电魔旅行2024年龙年 这一次再次出发 大家好 我是小波 旁边这位是嘉宁 嘉宁带你去旅行啊 今天他要走了 他已经在这里把这辆车已经整好了 今天也是时候该出发了 去哪里就不说了 等一下肯定也不知道啊 来 走走走 再走 没事 来 看看起来 这一次可以说相比上几次出发旅行带的东西非常非常少了 而且这一次也是他自己一个出发 嘉宁呢 还有等两天 我的话完全他是一个未知数 我接下来要怎么整 好了 兄弟们 嘉宁这一次真的要出发了 然后接下来 我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所以呢 大家可以多去关注关注嘉宁啊 嘉宁可能依然要去 东南亚那一边 然后大家就可以多看家里的视频 带家宁带大家去旅行 多看一些东南亚的风土人行好吃的之类的 就是当地的特色吧 哎呦 我去感谢我波哥一路的祝福 兄弟们 必须的 我就出发了 我走了 波哥 好 将你的照号 艾特的屏幕下面 大家去点点关注 波哥 一心顺利 好的 好的 好 一路是吧 就像这辆车一样 大红大紫 好吧 拜拜 再见 应该说是 再见 下一次 必须内心的真实实话 兄弟们 其实 骑电路车在户外每天跑 其实是非常的不容易的 非常累的 所以呢 大家也不要 对吧 对我们有一些意见 但是有意见也没问题 主要就是不要无缘无故的 对吧 有意见 对吧 这就很 真的很失望的 其实每天在外面 户外 对吧 东崩西跑的 每年 对吧 然后从这里集合 整一整车 然后再去出发 冬天吧 零下十几度 对吧 又往回家改 其实是真的一点都不容易的 其实做自媒体这么多行业 其实是做旅游自媒体 尤其是做骑行的 骑自行车 骑摩托车 骑电动车 对吧 其实是最不容易的 接下来呢 就是那些土 那是徒步的 都是一起的 都是最美的 徒步的 可是最不容易吧 当然开房车 开这种自驾车的 多少也不容易 但是他们相对也好一些 比对去嘛 能遮风挡雨 对吧 所以我们每到一张都搭帐盘之类的 当然住旅店也是可以 那基本都是不是说天天住旅店的 然后呢 现在就可能等两件吧 家伟 家伟到哪了 可能也要走了 因为他车线刚刚弄好 今天的话 可能要去试车 跑个小短途之类的 2000 years later 除了 除了 新的们 这带着东西不是很多啊 就是很多 不错不错 这配置整的标的法 据说呢 家伟是要去非洲啊 好 这次顺顺利利 好吧 顺顺利利 非洲很辛苦啊 兄弟们 希望他这次 死去 必定 必定到非洲啊 必到非洲 拜拜 拜拜 明天见 接下来呢 大家就可以多去关注关注 这两位嘉妮还有家伟 因为他们呢 会继续骑电动车去旅行 去魔旅啊 可能去东南亚 或者说是去非洲啊 或者国内旅行吗 反正他们基本都是在路上之类的一些事情 但是我接下来 呃 可能拿赞助啊 找赞助各方面的不是很确定 就是说会出去旅行 所以大家可以去关注关他们啊 然后本期视频就在飞到这里吧 下期视频我们再见 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